我们使用convUI来生成一个像这样网页版的UI操作界面 用convUI来实施捕捉你的电脑屏幕来进行绘制 用convUI输入中文提示词 可以自动为你转化为英文的提示词来进行生成图像 那么还有上传3D文件让convUI为你生成图像 让convUI生成图像之后呢 将背景去除为你生成不带背景的透明图像 也就是PNG的格式 这些功能呢我们只要下载和安装这个扩展就可以了 连接呢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它这个生成网页版UI界面的convUI的工作流 在生成图像之后呢 使用这个节点APP制作的这个节点 我们可以点击打开就可以打开这个界面了 我们点击这个download可以下载 下载之后呢它是什么文件呢 它就是一个工作流文件 和我们这个工作流呢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不需要在这个节点上呢设置任何操作 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以操作它的名称 可以将名称呢进行自定义的修改 修改这什么名字都可以 那么它生成的这个UI界面呢 是图生图的UI界面 在这里呢可以上传一张图像 下面呢写提示词 上面这个滑条呢 就是噪声强度 噪声越低呢它越向原图 噪声越高 它生成图像就越接近于我们的提示词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生图的UI界面 比较清爽一些 但是呢它是由convUI来生成的 我们也可以在它的gethub网站上呢 去下载它的这些工作流进行学习和使用 那么比如说这个生成透明背景图像的这个工作流 它是将图像生成好之后呢 用遮罩将人物呢进行扣除 就可以生成背景的图像了 然后呢在它的工作流里面 还能将扣除好的背景人物呢 为你进行一个合并 合并一个新的背景 并加入一些文字设计生成新的图像 用这一套工作流呢 就可以将生成的图像扣除背景 并且进行新的组合 在这个工作流里 它主要用的是这个语意分割 用语意分割模型呢 将人物和背景进行一个分离 然后提取出来 提取到这里呢 然后下面有两个节点 我们可以提取索引当中的图片 现在呢生成有四个图像 那么索引呢就是0123 我们提取前两张图像 那么就是索引0和索引1 将索引0和索引1呢 进行一个两个人物的组合 生成新的一张图像 那么将人物分离呢 主要运用到了这个透明图像的这个节点 在后面呢又有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我们可以为它指定一些文字 写到这个背景的前面和人物的后面 我们也可以选择字体的这个类型 还有字体的颜色 进行一个字体大小的编辑 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文背景的颜色 我们可以对颜色呢 进行一个设置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造谱等级 造谱等级呢 等级越高 那么背景呢 它的颜色就越不单纯 就可以生成一些其他的一种颜色 那么这个工作流呢 想提取我们这个无背景的透明的角色图像呢 我们可以来到下方 点击这个图像 进行保存就可以了 那么需要这个工作流呢 它也分享在我的网盘里面 大家也可以到网盘里去下载 那么今天呢 主要就是分享一下 Confi UI的这个扩展 如果没有安装的可以安装一下 它的功能呢还是比较多的 好了 如果觉得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请帮助我点击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